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vid Hull 他在全球大转变当中区分出三种 一种超全球 超全球论者 第二种 怀疑论 或者我们说悖观论者 第三种 转型论者 写考卷的时候啊 问你什么是全球化 就请你把这个人 然后上面提下的这本书 我写英文 还有这三个观点 要把它写出来 超全球论者 他以谁会代表呢 他强调的是 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治理 全球公民社会出现 国家 权力 统治权力的衰退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跟技术的扩张 所以 国家的统治权力会衰退 取之而代的是 全球公民社会的来临 这个逻辑 可以接受吗 有没有 詞曲 李宗盛 再講一遍 樂觀論者覺得呢 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 國家權利 衰退 主權 然後呢 全球公民社會來臨 很多事情都要用全球自己的方式去處理它 這邊OK齁 那悲觀論者呢 他剛好是相反的意見 他主要代表人物是 唐瑪斯 他主張啊 全球化其實是一種迷思 政府依然維持著強勢的地位 全球化主要的特徵在於 世界互賴程度降低 形成區域的經濟板塊 所以民族國家的統治權利呢 反而是強化的 政府是國際化的基本架構 北方國家的經濟繁榮 導致南方國家經濟地位日益的邊緣化 這邊可以接受嗎 也就是說 全球化的趨利 民族國家的統治權利 強化的喔 好 好 來 等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特征在於引發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趨力 促使國家權力跟世界政治的轉型 所以國家統治權力是復甦或者是重建 世界秩序的新階級體系的產生 這邊可以理解嗎 簡單來講 全球化 是 一個 不確定 的 變遷 過程 所以這三個 派別的基本利潤 大家都可以 理解齁 好 那接下來就 看 那 全球化下民主國家的未來 如果你從這三個不同的派別看 這就不太一樣 如果你從 我們從 超全球論的 樂觀主義 來看 民主國家的未來會怎樣 民主國家的未來會怎樣 主權的劣結 分權 國家權力 自主性會被侵蝕 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國民社會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從 懷議論的角度來看 它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 會覺得 全球不平等的惡化 揭露了 全球化管理的虛幻本質 它還是維持了 西方國家在世界事務上的領導地位對不對 這樣推推推 推出來的話 沒錯吧 那如果是轉型論呢 就是民主國家政治權利的 重新建構 因為全球政治中 許多非國家行為者的出現 使得民主國家不再是 世界唯一核心或統治的行為